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华南金控董事长易栋王荣周介林退休 由台湾金控董事长刘登成来接任 针对集团未来的布局 刘登成表示 将会和民股大股东 华南银行董事长林明成讨论之后 就会确定方向 表达我最诚重的心意 谢谢大家 走下讲台深深一鞠躬 全场响起掌声 在公股服务满40年 华南金控董事长王荣周正式卸任退休 董事长职务由台湾金控董座刘登成接棒 刘登成表示 6月26号才接到财政部告知 转任华南金控 27号曾与民股大股东 同时也是华南银行董事长林明成 打过招呼 由于华南因与大陆福建海峡银行 参股案暂缓 他还要听取银行端简报后 才能确定 与露营参股策略 下一步要怎么走 刘登成进一步指出 华南金股权结构 与其他金控不同 包括两成的公股 还有股权相对集中的民股 强调集团董事 不论是由公股或是民股选出 都是代表公司 希望未来能朝向股东 员工公司三营的方向迈进 Fresh 鲁冠宇 台北 不论是由公司三营的方向迈进 Fresh